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刚刚我们谈到了蔡英文 她现在代表民进党出现 未来她得面对的 尤其像是经济政策 还有两岸政策 尤其是两岸政策 到底能不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让选民知道 有没有办法在这个说服支持者的同时 也能够说服这个中国大陆 她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未来是可能可以被接受的 这也是在这当中 我们要持续代言来解释的 好 不过呢 讲到两个人这个同质性很高的问题 当然了这个决胜点就要看 他们两个人可以端出什么样的政见 能够来说服选民 而两个人的这个同质性 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刚刚讲到两岸政策 这个蔡英文呢 她是何而不同 何而求同 而马总统呢 她的两岸政策主要是 不统 不独 不无 好 两个人现在呢 他们的同质性都是法学背景出身的 他们未来有什么样的优势 能够来在这个总统初选当中 这个总统大选当中胜出 而蔡英文呢 因为她年龄稍微年轻一点 55岁 她的必杀季呢也标榜说 现在民进党呢 是已经世代轮替 标榜新世代 而且她号召手投足要出来 不过呢 马总统她是掌握行政优势 行政资源多 主打政机牌 两个人交锋之下 在同质性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该要怎么样打这个选战 回闻 我不太同意这个同质性高 那当然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蔡英文她标榜说什么新世代等等 新世代 因为她比蛮有年轻 六岁 可是打选战的手法 都是老方法 华欧 把你吐了 硬都硬 其实 我是不太想骂蔡英文 我就用借刀杀人 我用江春南 这个笔名叫司马文武 用江春南的文章 给观众朋友做简单的 这个报告 她说蔡英文一辈子没有吃过苦 没有参加党外运动 没有真正打过选战 没有真正当过行政首长 没有真正的担任过国会议员 如果当然江春南讲这东西熟悉的 所以她为什么要加一个真正的 真正的当过行政首长有吗 我认为陆委会主委的这个身份 比较像是幕僚 这个两岸的这个幕僚 所以如果我们选出这样的人 这样的学经历的人去当总统 会不会很好笑 我们不是要去骂蔡英文 说你检验她嘛 从她以前一路被李登辉 被陈水平这样不赐巴镯 什么国安会知情委员 一路这样上来这样子 轮走顺风气了 而且江春南去忽略一点 因为江春南她之前 跟党外运动也相当的熟 那为什么蔡英文那时候 不参加党外运动 你讲个道理 我听听说那时候你已经 学成归国 躲在政大当教授 民进党你在赤在诊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这样的检验 其实蔡英文是 你说通知性高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媒体 做这个地方 通知性不高啊 那你也可以质疑马英九说 那时候在戒严的时候 马英九就在政府做事 这就熟悉了 我们都同样放在同样的天秤上 来做结议的时候 其实蔡英文是 其实是没有资格代表民党衰选 我认为啦 我认为说那什么美丽岛 是在交替的 不是苏贞昌跟蔡英文的问题 而是蔡英文一直没有交代说 为什么你七年前才加入民进党 那你为什么民进党就成立二十几年 那你那一段时间 你在干什么 因为他在这个政见发表会的时候 他说我那时候在观察 把这个全球化国际化什么的 那个你也可以一边做党外运动 一边观察 你一个时间整做一个事情吗 这个是经不起检验的 好所以他的政治资历呢 这被这个党内也被很多人 会觉得质疑说是否足够了 同时他面对未来在这个两岸 以及这个经济政策上面呢 也是会被人家来 拿这个很多的标准来检视 如果就这样子来看 不论两个人 他跟马总统通知性高不高 但是就在这个政治 以及这个两岸政策 以及经济政策来看 现在大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蔡英文 很多事情讲不清楚 所以马总统还是相对 在这个部分上面的论述 他是能够比较占优势的呢 那个湘龙怎么看 这方面呢 我觉得蔡英文是可以 是可以讲那些清楚的啦 就是说他一定会有自己的主张 他连非核家家园 他也讲啊 2005年的期限 他也讲啦 对核社能处理他也讲啦 那不管你觉得 他跟他过去的表述方式 有多大的矛盾背道而驰 他就是讲了 要讲清楚不见得这么难 但两个关系是讲不清楚的 那要去谈谈经济 我觉得 我觉得蔡英文当然可以 为三为四啦 我也不认为 就是辉文刚刚讲的 就是他从政经历不够啦 等等这些会是他的阻碍 欧巴马有什么从政经历 欧巴马也不过 就是干过个众议员 最后到参议员 而且参议员一任啊 人家还要 还不是要四年美国的总统 那不是问题 选民如果喜欢 那种气势到了 他就是到了 但是欧巴马在 所有的这些描述上面来讲 并不仅仅在于 就是说 他在那个很浅薄的 从政之力上面来讲 凭着个人的魅力 就当选 他不是这个样子 他还有其他的更清楚的论述作为 已经建立在过去 共和党发动了两次的战争 而现在都还深陷在阿富汗 跟伊拉克的两个战争 泥闹里面 有他的整个大的背景 好那蔡英文 蔡英文在 如果谈到经济问题的话 其实倒过来比较值得谈的 就是我们就不需要去 注意蔡英文谈些什么 而是马英九做得不好吗 就如果谈两岸 我觉得要多注意蔡英文 马英九没有什么好注意的 这方面都很OK 而且继续走下去 我觉得也都很OK 两岸如果继续在马英九的引导之下 在蓝军的主导之下 两岸会在基本上面 也许台湾人会觉得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有点小小委屈 觉得自己的假话声音 就是不够大 那你的不同的主张 但是基本上不会给你带来 什么太大的灾难 你睡得着觉 可是讲经济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就多多注意马英九 而我要讲的是说 马英九经济问题上面来讲 哪一点处理的不好 我老实说 我想不出来 他有什么处理的不好 举几个例子 只要你放在脑子里面 就请你记得这几个例子 以后我有机会 再提供你一些参考的数字 让你去看 在民进党执政的八年里面 陈水扁执政的八年 他就说陈水扁会下台 民进党会下台 是因为民进党贪污腐败 错了 民进党最大的问题是 治国无能 真正会让老百姓 讲不出来 但是就是觉得 我的生活完全都变了 并不是贪污腐化 而是因为你治国出了很大的问题 在那八年里面 全台湾有80%的人 所得是倒退的 只有20%的人 还有些微的增加 就最高所得的20% 还有些微的增加 其他的80%的人的所得 都没有增加 还斗Q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大家讲不出出来 那过去三年里面 即使经历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美国到今天都还在QE2 都还不敢升升利息 欧洲还有很多国家都还有再新的问题 东亚率先反弹 基本上已经把金融风暴 所有的海啸的这些问题 全部都已经盖过去了 去年经济成长 大家都知道 10点多 你说三年平均 那也够漂亮了 再来物价 现在大家担心 中国大陆5%以上的通膨率 台湾才在多少 0.96 去年才0.96而已 就是说你赚了钱 这方面都OK 今年 马上就已经喊了 失业率它要压到4以下 我认为它办得到 去年压到5以下 很多人说不可能 你现在看到的数字 就是这个样子 我甚至可以进一步的讲 你今天在市面上面 如果你做很多餐饮业的 这些小生意的 很多的小老板们都发现 自己的好日子过完了 就是以前当老板太好做了 因为我压榨劳工 劳工薪资压得很低 可是今年以来 大部分当小老板的 最大的困扰就是说 劳工的薪资压不下去了 而且一直上来 因为找人越来越困难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增援 失业率会会下来 薪资会上去 这个是绝大部分都会感受到的 如果你觉得 你觉得这种的好好日子 你过不习惯 那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告诉你说 这种日子 是民进党回来了之后 你绝对享受不到的 不要回到过去八年里面 到最后民进党就说 我们痛苦了这么久 接下去会怎么办 民进党继续执政下去 那种痛苦不会解除 唯一有可能就是说 你习惯了那种痛苦 你会习惯 但是不会解决你的痛苦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马总统 他在这三年多的执政以来 他有没有包装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 他在这段时间的政绩 有哪些 这个经济是不是有感复苏 让大家真的都感受得到 这也是他接下来 得要呈现出来的问题 同时呢 我们就带你来看 现在目前各年临层 这个统计出来 旺旺忠实民调 各年临层 对于他们两个人的支持度 其实在20到29岁的部分呢 其实马总统是 略为领先蔡英文一些些的 不过呢 在主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族群 30到39岁 两个人是打成五五波 40到49岁 马总统还是赢过蔡英文 大概有10% 而不过呢 在这个年龄层在比较高一点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50到59岁 蔡英文是领先的 60岁以上 蔡英文也是领先的 这又透露出什么样的选择 这个这续局我解读一下好不好 这就是我在20年讲的 一高一低打败一中 一高一低打败一中 什么叫一高一低 高就是高年龄 低就是低学历 中就是中产阶级的阶级 民进党是一高一低 打败了国民党的中产阶级阶级 一模一模